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23日 星期三 有一節很 重大的特大消息要跟大家說 這個 如果是消息熟實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說 香港 不單只是攬炒這個十部曲 而且 這次攬炒的對象 是全部的藍絲 所有的商家 中國大陸一直在做事 他們真的在實現自我攬炒 因為香港充其量 只可以說是弱人 我們不是爆炸的本體 現在是在自己爆炸 現在是在爆死自己 好像看那套阿淑珊的丁印 自己身體會爆炸 這個消息是什麼消息呢 他引述 接近中共官方消息人士 說中國 是計劃 維持現有的邊防 這個限制 因為要防疫問題 而採取封關 這個限制 他們最少要延長 多一年 這個消息是很好報的 因為首先澳門玩完 然後香港玩完 這個最主要的情況 其實很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大陸控制不住疫情 控制不住疫情的程度 他不是控制了消息 就可以控制到這件事 換句話說 疫情應該是遠比大家想像的 嚴重 以及恐怖 因為 這個最主要是廣東省大爆發的時候 我們當時也說過 廣東省是有大量的海外關係 最主要是廣東人或廣州人 有很多香港的陳述 朋友 我們也有大量的廣州朋友 我們也有大量的探子在廣東省 在深圳 東莞 佛山 中山 珠海 江門 廣州 連開瓶也有 哪個地方都有我們的探子 還有南寧 廣西 也有 你去找他們吧 整個廣東省廣西 整個南方都是反共基地 我們大量的探子向我們報告之下 我們就不斷揭露廣東省的疫情 以及 現在大陸出現的經濟問題 躺平當時 我們的朋友告訴我 他已經躺平了三年了 所以 大陸有很多人一起躺平 這一節 如果這個消息人士是屬實的 他告訴華爾街日報 當時國務院 在5月中旬有一場會議 這個會議 確定了2022年 下半年 這個時間表 即是說 目前的防疫措施 邊境限制 至少延長到明年的下半年 即是起碼多一年 這是意料中時 經常覺得可以開關開關開關 其實一定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其實問題現在不是香港行不行 現在是中國大陸自己搞不定 廣東一爆起來 現在整個廣東差不多封散了 那麼廣東一出事 誰讓他來澳門 誰讓他來香港 不行的 這是很危險的 首先你澳門又怕他傳染你 然後他又怕你傳染他 大陸也是一樣的 大陸不讓你香港人去 也怕你香港人傳染他 但是你香港也怕大陸來傳染香港人 所以只能夠繼續封關 繼續封關 可以跟大家說 以往專門做自由行生意的店舖 可以告訴你 百分百全籤 基本上其實應該有很多行業倒閉了 至少旅行社會倒閉 然後很多做零售會倒閉 這個 長月 葉晉鏗也當生意 賣了給 紫荊黨的那個人 當然那個人也收皮了 大家想想 那個人 極速收皮了 他說錯話被人屁股 他說高級射齋餅種 即時被人摘棍 這些說話說得出來的嗎 真是的 可能我們還要對這些 新興組織以為是取而代之 把土共 怎麼知道原來如此笨 一開始搞網站 Facebook已經變得生了 真是廢道 這些人的政治低能 還有他們的辦事能力 低到不在地 他們甚至比香港政府的狗盤更加低 我們也很了解大陸 其實很多人也很了解大陸 你真的有沒有見過那麼有辦事能力的人 除了貪腐 貪污他們也很有辦事能力 效率極高 騙子也很有效率 開假網站 假公司 假文件 那些很財行 極快極有效率 那時候他們有假馬會 辦香港的官員 還有香港的特別參議員 港版三中三 他們製作很認真 整大堆頭 又有香港的馮程淑儀 又有馬會的董事總經理 他真是高效能 造假高效能 全場的人 每一個都是很重的五音口音 每一個都是說那些說話的 但是他們竟然告訴你他是香港人 還是代表香港貿會推介大家去參與這個賭博遊戲 港版三中三 這個百汗不厭 現在YouTube還沒有刊登 還有大家可以看 每一刊登 應該一直都在 這個很好看 這個是我們理解的大陸 完全是真的會發生的 發生了很多年 你要了解國情 你這些東西一定要熟讀 因為我們回大陸 我們親身見過類似的騙局 上面的東西真的是很荒誕 荒誕到你都已經 看到你也覺得這個也不夠荒誕 再荒誕一點也還有 其實不是 他說人 要多大膽 要多大產 當時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這樣 我拿著一張白紙 跟你說有100億資產 就是這樣 一帶一路就是這樣 香港人也知道 香港人也知道大陸的假大空 非洲國家也不知道 東歐國家也不知道 非洲就被你玩到 反艇 其實很多黑人 是知道的 非洲裔的朋友 非常討厭中共 最近好像是 中邁的小國 塔吉克宣布還清中國的所有債務 終於脫爛了 這個宣布不要還 新政府上台 我們不承認舊政府的事 歷史文件 所有跟中共簽的欠單都是歷史文件 因為其實真的除了中共 沒有一個國家無恥 絕大部分都知道甚麼是 理行承諾 甚至乎是欠債還錢 天公地道 中國沒有的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中共 這個消息 其實我也覺得 很大機會是 因為他控制不了疫情 但是 香港有個人 不斷哄咎大家 大家要打針 如果不打針 我不會解除限制限聚令 這個就是中國佛式騙徒 或者自己的政治前途 什麼謊話都說得出 這個混蛋叫林鄭月娥 他就不斷威脅大家要打疫苗 這個也說要打疫苗 那個也說不打疫苗 沒有攻擊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打不打疫苗 你接下來也沒有攻擊 因為大陸不會開關 香港不會開關 即是藍絲可以死了一條心 現在不是香港區區地區政府可以決定的事 你想開關就是想開大陸關 現在是大陸關不開給你 是兩道閘 現在是你家的門和別人家的門 你家的門打開就沒有用 打開了之後的門就是別人的門 就封住了 好像酒店那些房子那樣 現在的問題就是林鄭月娥騙你 如果你們不打針 我永遠不打開這門 其實對方的門不會打開 這不是語言藝術嗎 他們說要打開自己那邊的門 但是別人的門沒有打開 亦告訴他們不會打開 但是他們在哄你 我想跟大家認真地說 現在他們騙你 譬如半島酒店也是被員工打針的 很多公司就是如果你不打針 不可以上班 甚至乎是炒魷魚 其實你無論打不打針 接下來你們也不會公開的 因為接下來的酒店會繼續倒閉 繼續跌下去的 沒有人來的 現在你可以推測 不會是延長一年那麼少 中共自己 也要推算 要延長一年的話 一定是比你想像中嚴重很多 還有 現在爆起來也不知道是哪裏來的 然後又變種 還有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哪裏來的 真的好坦白說 現在反而 英國的疫情好轉了很多 真的竟然在這裏 當初爆到 七彩 全世界不讓英國飛過去 那時候是挺慘的 不過英國的疫情最近又好像有確診人數上升了 但是死亡人數減低了 現在變種是容易傳播 但是 英國對抗這些疫情 其實那個方法 說出來其實也挺荒謬 他叫你不要去醫院 不要去看醫生 自己在家休息 自己鬧得好為止 除非你告訴他就扔了 英國的疫情 會反彈的原因是 非常之根本的 因為 現在的人就是當作沒有事發生過 我們出街的人已經不戴口罩了 全部都可以當作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也挺恐怖的 早幾天我回到八明漢 當天就是歐洲國家杯開幕 英格蘭 登場的 整條街上沒有一個大口罩 人人都在狂歡喝酒 吹哗唱歌 因為很多人打了疫苗 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疫苗不是100%防疫 現在變種了 所以還是很大問題 不過就是裝煙武之前那麼嚴重 我們說回香港 林鄭月娥一直在哄咬的店舖 哄咬的商家 其實打完之後也沒有用 大陸斬了9億劑 他們說是10億劑 其實當初就是你自己的政治責任 你去推針失敗就是你整個政府的責任 你是要負上那個行政責任 你是地方官 你去推一件事 大陸從來都對香港不用問責任 林鄭推針不力 你不就自己打掉吧 一打百萬枝就沒有了 那些針就沒有了 打到你的臉上 他全身不夠位賊 一百萬枝就全部打在同一個位置 那些針就沒有了 那些針就沒有了 針就沒有了 好像蜜蜂斗一樣 之前網上看到那些狗被蜜蜂斬了 然後射到臉上腫了 這個女人的罪狀 真的要打一百萬枝針 其實應該是打水 全部打科興 不是打科興 只是打水 少許水注入她的身體 大家有沒有看過人用叉燒包 那陸頂把水注入她的火灌 那陸頂部的那個水注入家的水注入 本台節目不是十八禁的 我們也是說核電器的 那麽你說林鄭也說的十八禁 林鄭也說十八禁 這麽不適合兒童觀看 我們鄭仲跟各位藍絲說 死一條十文 不會通關 沒得通關 其實政府扔下去救國泰的錢也是扔到鹹水海的 沒有通關 飛機不會飛的 不會有遊客的 沒有遊客來的 國泰救來做甚麼 全球疫情真的比想像中 真的不知道再繞讓多少年 現在是一段年不計的 當初東京奧運 以為延遲一年 一年又一年 跟我們當初 打算飛去歐洲一樣 完全飛不到 一年又一年 泰國也是不用去的 東南亞也不用去的 日本也不用去的 台灣也不用去的 現在哪個地方搞北部 搞放寬 那個地方有變種 例如杜拜 杜拜之前沒事的 誰勇字寫心口就哪個地方出事 我們去完杜拜就出事 我們在英國的時候 全世界不讓英國的飛機飛過去 搞得我們出不了關 當我們去杜拜的時候 輪到英國禁止 亞聯誘不讓我們飛過去 所以要迫著去土耳其過冷河 今節真的是 最後提醒大家 通關 不要想 這個問題 不是今年會發生的 除了做生意的朋友 大家真的要小心 這